原来有人会为了省钱血亏几十万 上海有位大爷非常的勤俭持家 因为上海晚上过了十点电费会打着 于是为了节省电费 大爷都是在晚上十点之后 把明天一天的饭做好 然而有次天气太热 大爷醒的也比较晚 等他醒来后米饭已经馊了 为了不浪费粮食 大爷灵机一动 将米饭拿到太阳下暴晒 希望能晒出美味晒出健康 接着趁小儿子一家回来的时候 将这锅附过膜的米饭煮成了稀饭 想着人多力量大赶快把这番消灭了 结果一家六口全部食物中毒 年幼的孙女更是直接进了急救室 最终光看病就花了好几万 直接把这辈子的电费都花出去了 然而有了这次教训 大爷觉得自己应该再接再厉 于是中秋节前大爷跑去搞了块劣质猪肉 准备过节的时候给家里人做顿大餐 而为了省电冰箱自然是不能开的 于是肉就直接放在外面 等到中秋节当天 这块肉已经散发着一股臭味 结果大爷觉得无所谓 直接剁碎加了两倍香料掩盖臭味 然后邀请一家人吃饭 结果全家人再次食物中毒 好消息是被坑过的孙女这回没来 坏消息是孙子没经验吃了很多 直接患上了慢性肠胃炎 稍不注意就发烧 成绩也一落千丈 而这次医疗费用更是高达数十万 换成电费 大爷一家用一辈子都用不完 只能说这大爷是会算账的